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好不好 有一个排行榜 在上桌之前呢 第一名竟然是起司 第二名意大利面 第三名血肠我不敢吃 我每次去韩国朋友都找我吃血肠 我都觉得 就是他们说血肠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就觉得有点怕怕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抹茶 抹茶是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在冀州岛 就是基本上冀州岛有一个 绿茶抹茶园 所以他们现在对于绿茶跟抹茶这一块 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前五名都没有泡菜怎么回事 是不是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吃泡菜 所以觉得吃腻了呢 我们请我们的小编呢 赶快帮我们上桌这个起司锅好不好 这个起司为什么会这么容易 让大家就是受喜欢 来我们先看一下起司的图 在上桌之前看一下起司的图 要看完全程呢 你们就会有这个好吃的这个起司 待会要回答我的问题 好 我们的小编可以把我们拿上来 好这是由这个大直刘正川韩朝霸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特别的 准备好了吗 好没关系 请他再去微播一下起司的那个部分 我们把起司拿去微播一下下 就会有牵失的画面咯 不好意思哦 请这个观众朋友等一下下 这边有出了一些状况 就是在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那个食物都是会怕冷掉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起司 韩国正中的起司锅是怎么样 好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起司锅好了 对 你们大家有猜到了吗 大家有猜到为什么那个起司锅 韩国人这么爱吃吗 大家想一下 网友来猜一下 因为呢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排行榜的部分 我们先图先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给那个 就是那个有三张这个起司图的那个锅 就是有三张图 起司春春辣草 这个草鸡 双色起司烧肉还有起司炒 大家有没有看到都有起司 因为呢要跟大家讲 韩国人为什么爱起司 是因为 其实因为他们呢 基本上在 就是土地呢非常的贫瘠 我一直有讲嘛 他们就是土地非常的贫瘠 所以呢迅务能力其实就是基本上 他们都是吃一些泡菜啊 或者是腌制的食物 另外呢 基本上呢 第二个原因跟本土 就是基本上他们 我刚刚讲到了嘛 他们的这个餐饮结构 非常非常的担保 所以呢 容易被这个搏来品 就是在等于是汉城 奥运之后 这个美国的食物 加上就是说那时候当时有寒战 寒战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让就是等于说 像是我们讲到的 起司锅先最出来的就是我们上一集 讲的部队锅 部队锅里面用浓浓的起司在里面 第三个呢就是包括就是 美国跟韩国的特殊关系 就是我刚刚提到了 为什么后来我之后会讲咖啡的原因 咖啡他们现在也是全 等于是全世界最爱喝咖啡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还有waffle跟chips跟我们之前讲到的午餐肉 午餐肉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部队锅 因为呢这些都是跟所谓的 基本上你有想到就是 因为他们美国的外来文化进来之后 那时候寒战进来 那第四个呢就是说 哎其实韩国的本土食物哦 搭上起司 就是我待会会给大家看 搭上起司都非常非常对味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韩国的东西都很辣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他可能加了一点点chips之后呢 就会把这个味道给就是mix掉 而且呢其实要还有一个就是 韩国的加班文化大家都知道 非常非常的严重 外卖非常的盛行 而外卖的最主要就是什么 pizza cheese嘛 还有就是重点是满满的chips 非常适合加班补充能量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啦 就是我们刚刚讲 韩牛非常的贵对不对 但是chips呢在韩国呢 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是不是 对吧 我也